10万奥斯托洛夫司机 兵临城下 避险货币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近日美国宣布了减少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人员 并要求部分家属撤离乌克兰 华盛顿还警告美国国民 近期不要前往乌克兰 也不要去俄罗斯 包括澳洲政府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快速抵达 根据美国一系列的动作 加剧了市场对俄罗斯军队即将进攻乌克兰的猜想 也让市场的风险情绪迅速被点燃 根据报道 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部署了大约10万军队 也有的报道说是17.5万军队 英美对此也是加快了对乌克兰的战略援助的部署 普京的态度很明确 北约不得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信纳为新成员 不得在乌克兰和前苏联国家设置新的军事基地 我们回顾一下普京的强硬手段 普京曾铁腕收拾了车臣反叛武装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也是毫不手软 所以在乌克兰此次的问题上 人们更愿意相信普京是真有敢出兵的魄力以及能力 现在各大媒体的声音是 如果普京接下来认定西方再继续借助乌克兰作为桥头堡 反对俄罗斯 他就真的会出兵 美方威胁届时会把俄罗斯踢出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 包括制裁俄罗斯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线 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不在政治 我们关注的是此次风险事件对整个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影响 那最直接的就是近期卢布的贬值 美元日元等避险货币的升值 一般来讲我们平时聊到的避险货币主要是瑞士法郎 美元以及日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瑞士法郎 由于瑞士是永久中立国 是欧洲唯一未受两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国家 并且瑞士政府对金融外汇实施保护政策 当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动荡的时候 瑞士法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部冲击的影响 具有保值的属性 一旦给人们种下了风险货币这个特点 当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人们就会更愿意持有 需求得到保证 因此也就多了保值的属性 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应该是最好理解的了 那美国呢 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的支撑下 成为全球主要避险货币之一 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 也很大一方面是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获得的 美国每年消耗巨额军费 维持全球海外军事基地的开支 如果将美元比作收割全世界的镰刀 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 无疑就是这把镰刀的刀霸 那就是钱不一定都要花在刀刃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 全球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美元逐渐成为外汇交易当中最重要的货币 硅金属大宗商品等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 由于美元的强流动性 毕竟全球的国际贸易很难完美的避开美元 因此呢 一旦市场中有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持有美元资产来规避风险 毕竟现代货币背后是政府信用的背书 全球重要国家基本都有购买美国的国债 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 即便是别的货币崩盘 美元也不会有问题 说起日元也有避险属性 并且呢 即便是向福岛和事故时候 日元都出现了升值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难以知信 难以理解 但是这确实是事实 为什么日元又有避险属性呢 这就要从2006年说起 2006年也就是日本开始实行负利率的那一年 日本长期的低利率环境 一方面促使日元成为国际套息交易中的主要融资货币 低利率导致日元的融资成本极低 加上日元可以自由兑换 投资者选择介入低息的日元资产 并且用于购买高收益的资产 而在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投资者的收益为两者的息差 当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全球避险情绪升温时 投资者卖出高收益资产 然后买入日元进行偿还 从而导致日元的需求在短时间内上升 推升日元的汇率 因此日元的避险属性属于 被动避险不向美元 是出现了风险事件的时候 大家主动去持有 另一方面 低利率的环境还限制了日本央行继续降息的空间 令日元突发贬值的概率较小 当全球风险事件爆发的时候 世界的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加剧 高利率国家 央行倾向于放松货币政策 以促进经济复苏 相信在过去的2020年和2021年 大家都已经体会到了降息的过程 而日本已经处于负利率的区间 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很小 举个例子 当银行的存款利率为负0.1%时 人们就不会把钱放在银行了 因为我们今年存1万块钱在银行 等到明年取出来时 连1万都取不出来了 这还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后续如果说将存款利率降至负的1%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因为人们在负0.1%的时候都不愿意存钱 负1%是更不愿意存钱了 所以央行在没有任何手段 来防止人们只存钱不花钱 所以说日元降息的概率会非常的小 那各种避险货币 对于风险事件的反应程度又如何呢 这里我们要引入VRX 也就是恐慌指数 从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每当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蓝色作为底色的时候 恐慌指数都会出现暴涨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恐慌指数发生变化时 不同避险货币的变化情况 来衡量其避险能力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 日元以及瑞朗 可以在上图中明显的看到 当风险指数上升的时候 美元以及日元的上涨体现出了其避险能力 其中日元的涨幅要高于美元 所以看似日元的避险能力 或者说对于风险事件的敏感程度 要高于美元 瑞士法郎对于恐慌指数几乎没有相关性的 也就是说不论风险如何 市场对于瑞士法郎价值的认同 是几乎不变的 因此这种极其稳定的属性 也是瑞士法郎成为了避险货币之一 反观澳元和加元 当VRX指数升高时 货币的贬值速度可谓是肉眼可见 反倒是VRX指数降低的时候 这两个货币的升值速度较快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就是市场环境十分稳定的情况下 国际贸易信心向荣 商品货币的需求出现增加 因此商品货币出现了升值 以上就是关于避险货币的简介了 货币从来都不会只有单一的属性 因此在我们分析和判断 货币对走势的时候 不能只考虑单一货币的单一属性 这就需要我们对两种 甚至多种货币足够了解 有关更多外汇以及大宗商品的知识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您的喜爱是我们创作更优秀作品的动力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